长枪袭去 万雷跟随 向着双皇而去 找死 两位皇可不会对紫园客气 对方已经明确地威胁到 他们皇的地位 唯有他死才能安息 碰 双皇瞬间和紫园大站在一起 一出手便是全力以赴 没有丝毫保留 尽管双皇伤势恢复 但内伤可并未完全恢复 只能说恢复到七成 但也必须尽快解决紫园 否则也很难坚持太久 紫园虽然明白 但他也知道对方绝对不会给他拖延的时间 这才想要率先出手 取得先机 其他修士见紫园攻势已经退了 都是松了口气 尽管楚慕方已经不见踪影 但他们也并不着急 因为楚慕方的目标就是天珠 只要赶往天珠 就能够拦截住他 追 一位物神经二重大能怒喝一声 众人纷纷追去 凯颜天尊见此一幕说道 好了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我们也去天珠那边 嘿嘿 那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 机会 什么机会 方尘问 还能是什么机会 自然是吸收天珠的机会 那丫头手中拿着的 不仅仅能够毁天珠 也能吸收天珠呢 凯颜天尊黑黑笑道 方尘眼前一亮 这确实是大好机会 尽管有物神境在 但要是能够合窍突破灵海境的话 这个险可以冒 于是 二人尾随着这群大能 向着天珠而去 海长流自然也注意到 方尘二人离去 但他们并没有跟上去的打算 依旧将目光落在 双黄和紫园身上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所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 收尸 除此之外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也毫不在意 天珠就在雷七宫群山一侧 甚至小半身子 就在群山之内 这也是导致群山中 树根杂多的原因之一 有足藏分身在 楚木方很是容易就穿过第九 八重雷域危险之地 至于第七重雷域 因为阵法能量耗光 更是轻松至极 再到第四重雷域之后 天珠辽阔的树身 也就出现在了楚木方面前 楚木方将小足藏拿出 心念一动 默念几下 顿时天珠裂开一个巨大的黑色口子 通往内部 楚木方直接顿入其中 本来是想直接关闭入口 却是发现 小足藏的能量不够 得有一段时间 才能再度运转 又见自得上人等大能 已经追了过来 只能无奈放弃 向着天珠深处而去 自得上人等大能 很快就抵达天珠入口前 望着这漆黑一片 神石无法探寻之地 众人眉头紧锁 并没有人敢率先进入其中 毕竟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没有人知道 握着小足藏的楚木方 有没有掌握神境的能力 也没人知道 谁都不愿意第一个进去 但有时候不愿意 也得愿意 自得上人 对着持高仙人等悟神说道 在这里继续浪费下去 等那楚木方争毁了灵根 我们都会受到极大的惩罚 那你说要如何 持高仙人问道 简单 让灵海静的在前面探路 我们走在最后就行了 自得上人道 他这话一出 众多灵海静修饰的脸色都变了 但面对诸位雾神境大能 他们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持高仙人也点了点头 同意这个建议 既然如此 那就事不宜迟 你我双方的灵海静一同进入 好 自得上人自然是没有意见 于是 他们将目光落在了 众灵海静修饰上 众灵海静 自然都是心中十分不愿意 尽管他们在圣境当中 身份也都很高 但在雾神境面前 那和蝼蚁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迫于众物神的压迫 也只能咬牙纷纷向前 并在自得上人等的注视下 纷纷进入天珠之内 当然 也并非是全部 自在 你们留在外面看守入口 自得上人对着一位 自己一脉的后背说道 自在文言恭敬点头 是 不仅是自得上人这般做 其他雾神境也都如此 很快就有十几人留了下来 至于那些没有雾神境 作依靠的 自然只能进入天珠当中 自得上人等 见他们进去之后 并没有什么危险 也跟着进去其中 一时间 外界陷入平静当中 可还未等自在松一口气 猛然一道黑芒 从远处迅速顿来 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直接没入天珠入口当中 谁 自在等人只来得及喊上一声 连出手阻止都做不到 有人顿时慌了 好快的速度 难道是雾神境 自在脸色难看 道 不可能 要是雾神境的话 抹杀我们轻而易举 应该也是灵海巅峰修士 但又会是谁呢 那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进去通知老祖他们吗 有人问 自在望着入口沉默许久摇头道 也就灵海境而已 又能够掀起什么来 不用理会 将入口彻底封锁住 避免又有人进去 众人也觉得很有道理 纷纷应下 随即将入口彻底封锁 只能出不能进 至于刚刚进去的 除了方臣和凯颜天尊 还能是谁 进入天珠内部后 他们并未紧跟 方臣拿出绝对幻境 先将二人气息彻底掩盖 这才望向四周 这里空间并不大 像是一个漆黑的通道 但这通道 却是有着无数分岔路 不知道能够通往哪里 而楚慕方 包括自得上人等 早就不知往哪里去了 方臣展开青花道童和神石 打算寻找他们所去的方向 但让他眉头紧锁的是 这里对于灵童和神石 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压根就无法探索远 就跟凡人似的 他望向凯颜天尊 凯颜天尊也是无奈地摇头道 这里太邪门了 我这邪兽也毫无办法 见此方臣只能动用他的底牌了 夏琳 驱动天中夏琳道 交给我 说完他闭上眼睛 开始清秀 之前和楚慕方接触过 夏琳早就将他的味道给记下来了 仅仅只是片刻 夏琳辨认出了位置 东南方向 第三条通道 走 方臣道 凯颜天尊倒是很好奇道 你那丫头这么好用 鼻子比狗都灵 是狗转似的 方臣冷冷扫了他一眼 道 夏琳不是狗 是我的人 还有你这条老狗鼻子 不灵 还好意思说 比普通的狗还没用 凯颜天尊一愣 随即大怒 我虽然是犬类妖兽 但又不是所有的犬类妖兽 都懂得秀道 何况我的秀道也不差 就是没有这丫头妖孽罢了 方臣也懒得和他继续争 向着夏琳指引的方向去 凯颜天尊 自然是紧跟去 二人走过数条通道 猛然夏琳传音道 公子小心 前面有人 闻言方臣立刻减缓速度 悄悄靠近 果不其然 在一处分叉路口中 有着十几人正停留在那 看样子 正在思索着 走哪个方向 方臣发现 对方人数少了许多 看样子是这里分叉太多 于是选择分兵追杀 不过这队伍当中 有一位雾神静 看样子每一支队伍都有至少一位坐镇 防止拥有小足脏的储慕方反杀 而这支队伍当中 则是自得上人 此刻他咳嗽两声 直接被围杀 也让他受了些伤 但他可没有时间疗伤 一直都是靠单要勉强承受 他盯着队伍当中的手握罗真的老者 眉头紧锁地问道 到底哪个方向才是真的 那位林海静修士 早就汗流加倍 听到自得上人的话 更是身躯一颤 但也只能强行忍住恐惧道 上人 不是我的道不行 而是天珠体内磁场实在古怪 想要辨别方向实在太难 哼 没用的废物 自得上人直接一脚 将他踹飞出去 好在他知道 现在是用人之时 并没有下死守 同时也明白 现在不是在这里干耗下去的时候 有足脏的储慕方 必定能够辨认出方向来 等确定好位置之后 再追上去 只怕天根已经毁了 不能再这般下去 自得上人单手结印 背后一枚神文展现出 乃是一个英字 不好 隐藏好了 他要动秘书 凯颜天尊见此脸色大变 连忙喊道 方尘在凯颜天尊开口的刹那 便已经行动起来 全力催动绝对幻境 二人皆是彻底的没入通道当中 下一刻 一道尖锐的声音 从自得上人口中爆发而出 向着四面八方的通道去 这道声音 足足持续三夕时间 这才停下 自得上人闭上眼睛微微感应 很快他就锁定一个方向 嘴角微微上扬 那边 其他人愕然地望着他 因为他的声音 突然变得十分尖锐 这就是动用此神通的下场 会在一段时间内 让声音像女子一样尖锐 不愿意动用此神通的原因 自得上人也很不愿意 被人这般盯着 他冷冷说道 怎么 还要我请你们出手不成 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行动 向着他指的方向追去 自得上人自然是在最后面 不过在进入之前 他却是冷冷地 扫了方尘所在的通道方向 眉头微微一皱 但他也并未多疑 跟在那些人后离去 带半炙香后 方尘这才解除 绝对幻境的庇护 大松了口气 凯言天尊庆幸不已 还好你这宝贝够强 竟然连声音都能够骗过 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方尘也是如此 还是小塔的宝物靠得住呢 公子 他们追去的方向是对的 这时 夏琳喊道 方尘眉头一皱 道 还有其他路更快吗 夏琳回答 有的 公子 按照我说的方向走 必定能够比他们快 行 方尘点头 随即和凯言天尊 继续向着深处而去 其他方向 同样也有着追逐楚慕方的人 他们也都各自有着追踪手段 而且 有的还比自得上人要快上许多 甚至已经逼近楚慕方 其中追得最快的 是一位名为青川人的老者 他是圣枯府 物神经二重大能 也是跟踪 顿速闻名的超级强者 此刻他通过秘术 已经锁定楚慕方的位置 并以惊人的速度不断靠近 之前他还会畏惧 这天珠体内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在赶了一段路后 他却是发现 这里完全没有生灵的迹象 甚至连元素灵妖都没有 如此的话 也就没有继续 让那些灵海镜探路 再分好队伍后 他就直接放弃那些灵海镜修士 独自搜寻楚慕方的位置 此刻他在不断前进 而在前面不远 有着一道隐隐约约的白色残影 不断向内部而去 见此一幕 他嘴角微微上扬 眼中净是贪婪 传闻要是能够练化天根 手握小族脏 那就是天珠的主人 在里面就是无敌般的存在 就连黄也是无可奈何 如果我能够夺得 小族脏练化天根 那是不是就能够成为 这里的主宰 也能成为圣境一方的黄 到时我在这里闭关不出 有小族脏的协助 相信我必定能突破三重境 那我就是真正的黄 尽管这般做 他的家族在外面必定会面 但和三重境比这些 又算得了什么 只要自己突破到三重境 寿源再度提升 到时想要多少美人 为自己生孩子 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想到这 他目光越发坚定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楚慕方自然是能够感受到 背后青川人正在紧紧追来 并且 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尽管他有小族脏 但此刻还并未彻底练化 想要动用小族脏能力 也得过一段时间 但他明白 这点时间绝对是不够的 要是没有其他变数的话 只怕紫园交给自己的任务 基本以失败告终 但天珠里面除了小族脏之外 就再无其他 就算他聪明伶俐 却也是毫无办法 与此同时 青川人的身影已经逼近 追上了他 青川人见此宁笑道 罗尼 你逃不了了 华英洛 他手指一掐 猛然一花指爆发而出 向着楚慕方而去 这一击足够要了任何一位 林海静的命 楚慕方也是如此 好在他手中还有小族脏 见攻势来他 也只能咬牙 强行动用小族脏 顿时二人之间的通道猛然关闭 将二人直接分开 轰隆 花指落在通道的枯木之上 却仅仅只是留下一道伤痕 青川人脸色难看 但也并不闹 因为这里四通八达 楚慕方又能够封印通道多少次 呵呵 垂死挣扎罢了 五人之后 四通八达 五人之后 一费 向着 三达 五人之后 四通八达